來到雙溪玩 肚子突然餓了 熏著香味 抬頭看到這間麵店 只是看看這招牌 都不僅要讓人想偷偷跟老闆說 是不是寫錯字啦 很有趣很有趣 真的 我覺得這個店名要取得有意思 這樣子客人來也會覺得 很吸引這樣子 如果有經過後會想嘗試看看這樣子 店的名字叫做全家對面 但這麵不是做麵子的麵 而是麵包的麵 雙溪就兩家不同名字的超商 當初租下店面 用諧音取店名也不怕客人找不到 剛好租這個位置 然後剛好全家又對面 而且全家對面 像這樣創意發想的店名還真的不少 新竹這間自住洗衣店 取名叫伊能井 還有台東的這間窗簾店 也玩成魚梗叫東窗事發 而台中這間店面 還沒有決定要做什麼行業 但紅布條先高高掛起 最常聽見有人喝醉酒入島 不過卻有人喝醉 直接租下了一間店面 換上紅布條的不是老闆本人 而是員工掛的 他說老闆我會不會掛紅布條 我說你要掛什麼布條 他就跟我講了一大作 就說你掛你掛你掛 老闆說雖然蟲洞租下這200坪 50萬的店面 隔天睡醒覺得有點突然 但如果重來還是會租 但生意還沒決定好做什麼 先成功引起話題 好啦就不賣關子了 偷偷跟你說 這間店將來賣的會是二手精闢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